准备带鱼也叫刀鱼给它撒洗干净 用刀刮去成白膜 这是做刀鱼不腥的关键 两边给它打上花刀 每五刀改一段 再背点蒜苔切成段 再切点圆根块 改好刀鱼加入葱姜 少来几粒花椒 加入82点的料酒 抓拌均匀腌五分钟 撒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碗中放入一勺水 少来点提鲜的生抽 猫油 来勺过了气的老陈醋 来点盐鸡精白糖调味 最后来点蒜末 给它搅拌均匀 油温七成下入刀鱼 刚放锅里的刀鱼先不要动 大火给它炸着定型再给它翻动 这样防止粘连 炸着金黄老鼠控油 锅里有少许的底油 放入蒜苔圆葱 翻炒至断生 放入炸好的刀鱼 倒入调好的料汁 小火给它烧至入味 简单又好吃的家常版 出溜刀鱼制作完成 喜欢的双击关注 感谢大家支持